以后你要是想吃柠檬鸡爪了 你就像我这么做 想吃多少做多少 酸辣脆爽 一吃就挺不下来 8块一斤的鸡爪 冷水下锅 加葱姜 一勺料酒 煮开后撇去糊沫 转小火 煮个8分钟 捞出来用凉麦开过凉 这样吃起来会更加的Q弹 然后加蒜泥 小米辣 香菜和柠檬片 好吃的关键 就是倒入一包这个泰式酸辣汁 其他的任何调料你都不需要放 炸拌均匀浸泡两个小时就可以开吃 这样做的柠檬鸡爪比外面卖的还好吃 天气是越来越热 这个苦瓜榨菜蛋汤 你们一定要多喝一点 苦瓜一分为二 把中间的瓜壤一定要刮干净 然后写刀切成片 加一勺白糖 腌制五分钟 这样吃起来就没有那么苦了 再用清水清洗干净 我每天都在用心地叫做菜 麻烦你给个小木心鼓励一下吧 非常感谢 这道汤好不好喝 这个榨菜也很关键 我用的是这个贝德福榨菜 它是去过皮的 口感也非常的脆嫩 品尝用它炒肉丝 炒鸡蛋 烧汤 都非常的好吃 加一勺盐 放入苦瓜 烧开后关火淋入两个鸡蛋液 这样做的苦瓜汤 汤鲜味美 你也试试吧